大家好 欢迎关注大飞淘车记 我是大飞 我们后台有网友给我们留言 说大飞你好 我想看帕萨特 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辆17款的最低配的帕萨特 尊荣这个版本 1.8T渦轮增压发动机 配上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目前这辆车行驶了5万公里左右 市场行情价格是多少 是16万不到 我们能花16万不到能够买到一辆1.8T的比较不错车矿的一辆帕萨特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开了两年市场行情价格就是一个十六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 好老朋友 咱们打开发动机舱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老朋友 打开发动机舱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1.8T不陌生 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拍过一期1.8T的麦腾 怎么说 1.8T这款发动机其实在222市场里边 没有2.0T的认知度更高 也没有2.0T的车辆的稳定性更好 目前我们检测这辆车的发动机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打开了冷冻液的油壶发现了里边有一些粘稠状的东西 也就是说目前这辆车的水箱和它的机油有些串 有些串这个东西应该是钢体的一些缺陷 所以说修还不如不修 这辆车没有试过 前面的水箱框架 上面的盖板是三段式的 没有过明显的拆卸翻新修复的痕迹 包括说所有的大灯 水箱框架 散热器 全都是原厂的状态 这辆车所有车身玻璃都是原厂的状态 唯一不足的就是这辆车的车身寡蹭比较多 13个面 几乎应该有10个面都有过寡蹭 也都是普通抛光抛不出来的那种寡蹭 所以说只能坐漆 这辆车目前没有坐漆 保持了一个原车漆的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车身的划痕比较多 车身的划痕7788修下来已经2000块钱了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看到 外观不是特别好的车 那我们一定要跟二手车商来杀价 用这些挽回我们的损失 也就是说这种车况的车它的价值不够那么好 买到一辆有缺陷的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它砍价 砍出来我们来进行修复的钱 好了朋友们 我们坐到车内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的配置 包括说这辆车的内部空间 好了朋友们 坐到了帕特车内 黑外黑内 因为现在太阳照射比较强 所以说坐到车里特别的热 特别的难受 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买车的时候不一定非要买一些真皮 一些纠结这些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 车还是以实用为主 真皮虽然说看着高档感强一些 比较豪华 但是给我们带来的不便 真的也有很多很多 中控台软的 方向盘是真皮包裹的 动工的N件 定速巡航这种车都有 座椅加热 虽然说是最低配 但是配置真的不低 小天窗这些东西真的足够够用了 这种车我们开了一段时间 给我们的感觉 驾驶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操控感也比较强 所以说动力方面大家不用考虑太多 1.8T跟2.0T其实差不了太多 只有在直线加速数据上有差异 真正我们驾驶起来 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差异 座椅包裹感比较强 就是大众特有的一个设计 比较宽厚的一个护翼 给我们的感觉 对背部的承托还是比较舒服的 平底的方向盘 高尔夫上用的也是这个 所以说给我们感觉 做到车内 给我们的第一的感觉 就是这辆车一定不难开 也没错 这辆车的确是不难开 买帕达特是吧 上海大众的拳头产品 更多的人在乎是它的后排空间 我们做到后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排空间的一个状态 朋友们 我们做到了帕达特的后排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B级车的空间 虽然说没有C级车那么好 但是2米8的轴距 腿部空间三全的确是有的 有的朋友说了 是吧 我们看你的节目 看到这辆车的空间 还要比我们的A6还好 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它座椅 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 对我们的腿部的承托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舒适 直板的一个后排的座椅的坐垫 整体这辆车的座椅 包括空间感受 我们感觉还是不缺舒适感的 据我们了解 1.8T的双离合的变速箱 从330之后的变速箱的状态 就已经比较不错了 而且已经取消了厂家一眼保 侧面上我们就能判断出 大众对它的双离合 还是比较自信的 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说我们买双离合 买年限近的 买公里数少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了朋友们 想了解更多的车型车架 了解更多的二车小知识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套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 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